好,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個WebDuno 那WebDuno的話呢,其實在學校端 其實現在有很多是用Arduino或MicroBeat 這樣的一個裝置 那基本上我們WebDuno跟Arduino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就是在我們WebArduino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定要連線 那你要把這個程式透過燒錄的方式寫到它的晶片裡面去 當然它有它的優點 因為它只要一插電就可以執行 那麼WebDuno的部分呢,它就是以網頁為基礎 也就是說呢,它今天所寫出來的這些內容 都是以網頁的格式所呈現 所以呢,你也不用安裝任何軟體 就是在瀏覽器上面進入它的網站就可以寫 那它另外一個好處就在於說 因為它是網頁 所以說你要跟別的網頁的服務做間接 就變得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網站 是不是網路上有很多服務 比如說像這個IoT的 你可以搭配什麼? AI 對不對,你可以搭配 不管是語音辨識或是影像辨識 那麼在WebDuno這一塊呢 都可以比較方便的跟別人接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知道Arduino 可能你的程式基礎就要比較扎實一點 因為你要看懂更多 所以WebDuno在入門這一塊相對來說 會變得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當然它沒有缺點 有,沒有網路 沒有它的Server 就不行 可是Arduino部分呢 因為你是寫入晶片在裡面 所以你只要把電打開 它就做執行裡面的動作 所以各有優缺 那麼當然現在WebDuno 也有做所謂的就是這種雲端部署 也就是說呢 它現在免費的部分 你可以有六個小時 今天你電腦不開 只要網路有通 利用它的Server 去做執行 它目前免費的方案是六個小時 那這樣的話呢 你走到哪邊 只要網路有通 就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它的 目前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先看一下 WebDuno它這一家公司 是在高雄 慶奇科技 那他們公司呢 目前主要有這四塊產品 這四個 就在簡報的第四頁 最早期的叫Fly 跟Arduino在一起 所以它上面還有 搭一個Arduino的那個板子 那後來有馬克一號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Smart 最小的 所以如果老師你把那個盒子打開 你把剛剛那個盒子打開的話 裡面就是一個大概五十塊硬幣大小的 所以像我在 四船系的話 我們在林東的四船系 欸同學可能就可以把這個拿來做什麼 包裝設計啊 對不對 或者是一些展場布置上的 因為這樣很小 我們要把它藏起來 就相對容易 所以這個是它比較小的 那它也有針對就是像一般 比如說 國小 國中端 因為有Microbit 它現在也有一個叫WebDunerbit 這樣針對教育市場的這個開發版出來 所以這個是目前 晴奇科技它使用的這幾個開發版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簡報第五頁這邊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WebDuner它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它是網頁 所以說它一對一絕對沒有問題 一個人控制一個 可是它也可以一對多 就是一個人也可以控制多個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裝置之間可以互相溝通 所以你不同的板子 我也可以彼此之間做溝通 所以資料可以互相傳輸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優點 因為它本身就等於是物聯網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是用Arduino要接 現在也越來越多套件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 因為WebDuner本身就是網頁 所以多個裝置 同時瀏覽同時互相串接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它裡面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大家應該對WebDuner有點認識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 在簡報第六頁 簡報第六頁 我有列出一些WebDuner 可以用的一些應用的情境 有一些是官方的 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 有一些是別人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簡報的第六頁這邊 好 你打開之後 這邊呢 有一個另外的簡報檔案 好 你看 最經典的 我們今天剛開始 早上會先用到的 就是燈泡的控制 所以你看 我們把 你點到這個之後呢 每一個下面我都有做一個連結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可以從網頁上去控制它 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用聲控的 這個就跟 Google 的語音辨識 結合在一起 人臉追蹤 這邊的人臉追蹤 它不是辨識真正的人 但是它也可以跟那個什麼 AI做結合 它也可以做顏色的追蹤 這個都是內建的 內建就有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呢 我們 有時候在家裡的門口啊 對不對 有沒有那種 走過去就自動亮起來了 超音波的 好 聲音偵測 有聽到聲音 就做什麼反應的 因為這些元件 你所看到這些感測元件 它基本上都跟 Arduino 共同的 那光明電阻 像我們路燈啊 小夜燈啊 好 這些也都是一樣 時間 這個當然沒問題 它裡面 你可以讀取系統的時間 搭電梯有沒有 進大門 不是有那種刷卡嗎 可以是持扣 也可以是持卡 都可以 好 這個它也支援 那當然你行動裝置上也可以 有沒有 但是這邊呢 它本身就有提供這個 行動裝置 是頁面 所以你不需要安裝APP 欸你看 手機上 有所謂的陀螺椅 有沒有 這個我們今天都可以做到 在我們講義裡面都有 那這一塊呢 跟Line做溝通 Line 有沒有 Line機器人 對不對 因為它也是網頁嘛 所以 也可以結合在一起 好 OK 所以我們大概這樣看過之後 可以看到 欸其實光一個燈 是就可以做很多 那我們往下走 像這個積木的啦 這個應該就還好 我往下看一下 像這個 就是一對多的控制 好我跳一下 沒有聽到聲音 好它就是控制啦 就前進後退啊這樣子 好 有沒有一次就控制多台 欸 來 那我們再往下走 往下走 像這個改裝那個夾娃娃機啊 還有像這個 控制 就是 我們今天呢 就會有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 用 WebDuno 去控制它 好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聽到聲音 但是 你大致上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可以用聲控的方式 去控制這些開關 可以像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跟 這個 這種 建築性 這段 就有同步 好 那現在一些豪宅也是做這樣的控制 家裡面的齁 有沒有 在網頁上控制 手機上控制 那網頁上這邊也會同步顯示 那 真正的裝置當然也會有做相對應的回憶 要以所有的電器狀態 以這個例子來說 綠燈就是打開 紅燈就是關起來 此外 如果我來買聽池塘 我們也可以聽池塘 來開所有的電器 或是出門的時候 你的關燈很關門 只要我來幹池塘 就可以把所有的電器能打開關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那 下面這邊呢 這位 最近又紅了嗎 哈哈 每天都在看好累喔 哈哈哈哈 好 那這個呢 就是跟網頁做結合啦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用超音波 可是我利用超音波遠近 去換網頁上的圖片 有沒有 來自這邊的 來自這邊的 想不想兩手一起來 換的圖片不一樣 呵呵 這樣OK啦 所以這個就跟 等於說 Webduno做好 它是可以客製化的 好 可以客製化 所以 我今天有 帶兩本 我寫的書來 這樣可以做廣告嘛 哈哈 不過沒有關係 沒有買沒關係 因為網站上的 資料比這個還多 呵呵 我的部落格上有 那您如果要找我的資料 您在簡報地頁 在這邊的簡報地頁 在右下角這裡 就可以連到我的部落格 好 在左手邊有沒有 左手邊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我幫這兩本書寫的這個網站 上面有很多的四月章節 然後也有上課的錄影片 還有我寫的更多文章 所以有興趣看看就好了 嘿 好 那回到這邊來 回到我們剛剛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幾個 那我們再往下的話呢 你也可以搭配 就家裡面 像 WebDuno也支援那個 紅外線遙控器 家裡面不是有那種 很多遙控器 對不對 它也可以拿這個來控制 你只要找一個 就是紅外線的接收器 就可以把它對起來 好就可以把它對起來 那另外這個呢 這個是 我去日南國中上課的 同學就把它拿來玩 冰火遊戲 所以我部落格上 我有寫那個 怎麼玩冰火遊戲 OK齁 好 那因為我 寒暑假都有開普通班 因為WebDuno 就算老師 沒有拿到真的設備 它也有假的可以玩 因為它有摩擬器 所以像這個 就是我在社團的 那個 銀隊的 所以你中間看到這個 就是模擬器的 這是真實的 那我就會拿這個來玩 哈哈哈哈 好 OK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你真的要做植栽啊 這些 這裡也有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做的就是這個 本尊 這個我有帶 就在那邊 我有改版了 因為這個 本來下面還有一個門 可以打開 我想說我們不要做那麼複雜 我就做兩個 做公車跟這個就好 所以我的底座放在那裡 好 這個我比較認真做 這都是我之前 閒閒 休息 無聊的時候 就慢慢的把它黏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不能做這種底座 這樣子 從早上做到下午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現在是我們 11月份那個房子做更久 所以我們用這個 有沒有 哈哈 這樣 對不對 紙板我都幫各位準備好了 等到折起來就好 這樣比較快 不然的話 要做太久 因為那不是我們正直 我們正直是在這裡 對不對 正直是在控制這個 哈哈 這才是我們要學的 好 OK 那 這個呢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下11月份的房子是做這裡的 房子 但我會帶本村過來 呵呵呵 好 那還有一個水車 我是一直還沒有把它用上 有機會再來看 OK 這樣 老師對Webduno的應用 應該就比較清楚了吧 其實你把它生活化 把它生活化 不要把它想到說 太難這樣子 OK